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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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爹 你也愛上他了 你別問好不好 要問 我一定要問 你跟我說實話 滅緣 真是滅緣 他在騙你 他在騙你 爹爹 你把刀放下 放下 聽見了嗎 爹 你走開 你走開 陳幫國 你冷靜一點 我們好好的談一下 行 太子殿下 只要你贏了陳幫國手中之刀 你就把姐帶走 你要是贏不了 你就乖乖地從我姐的身邊滾開 爹爹 你快點 你快點 我快點 幫我 你们不要打 不要打了 不要打 我说你们不要再打了 姐 你走开 兄弟 天意不可为 我的命由我不由天 等一下 谢谢 邦国 我们不要自强残杀了 这都是你逼的 走 你们别打了 兄弟 爹 爹 不要 爹 姐 你 好自为之吧 爹 爹 爹 如果他骗你 欺负你 你回来 我陈邦国一辈子跟他没完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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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把宏伟囚健在家里 天之地之 雍正都不知道 您怕什么呀 再说我联盟党高手如云 让孩儿假犯弘历入京 潜入宫中刺杀雍正 隔日早朝 这大清朝的皇帝就是我了 江山就回到我们汉人手里了 这天下事说来复杂 其实只要你胆大心细 就没那么复杂 挺简单的 老爹 那老爹我 老爹 就把你废了 老爹 看你 老大爷 乘公子 你我可以聊聊吗? 好吧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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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阿二哥被背的话,大哥,你,现在的皇阿玛,能当着皇阿玛? 我约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谈宫座的历史了。 往前看。 月华如水,江湖茫茫茫。 大哥,别装了。 兄弟今天实话告诉我。 只要你答应一同反清,把满族人赶出关外去,兄弟愿意你向全马之劳,祝你推翻雍正王朝,扶你登基。 这不但是汉人之幸,也是大哥女之幸,而且你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大哥不答应你呢? 虽然我打不过你,可是你绝对出不了江南,更回不了京都。 弟弟,你是不是太张狂了? 大哥,你别太小看我了。 实话告诉你,我跟大清朝没完。 如果你当了满族人的皇帝,你跟我,抱歉。 没完。 你自己看着办吧。 虽是同胞兄弟,志不同,道也不同。 不过,弘历答应你,日后各为志向谋士,守族之情不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互不伤害。如何? 好吧,弟弟,好自为之谋。 皇帝,我还要你答应我件事。 说吧。 大哥,善待鱼娘。 我答应你,辅助我? 我没有想到。 请你,我让你做。 是,你真正愿。 是,你真正愿意! 就必須幫國際操心 大哥,什麼時候離開海底? 明日意思嗎? 那就遵守諾言 後悔不見了 大哥 不看了 不看了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從前 從前老夫是為民深淵 而如今 只有為民一哭了 不看了 不看了 你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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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状子递到老夫这里 我能帮他们什么忙 此官二十多年 我没为百姓操过一次心 惭愧 他们为什么不去衙门告状 到衙门告状 太子殿下谈何容易 若是当官或是官家子弟 即便官司打赢了 按我大清的法律也要发配外相 不能待在家里 你看看 他们很多人都状告浙江巡抚的大公主庄童 你看看 他作恶多端 即使杀一百次也不见恨 这个造的是土豪烈身 林安余家庄庄主余九鹏 私舍监牢杀害百姓 他还立了个规矩 一天二十里的姑娘出嫁 当天必须把花轿抬进庄里 第二天才允许出门拜她 官府怕的 绝对怕的 大清皇上威严无比 这鞭长莫及 此乃大清的不信了 老大人 老大人 这些交给弘历管 不 太子殿下 你现在的处境正是危难之境 还是别碰这些棘手的事吧 老大人 你都会不得了 先皇帝来临去的时候 就希望弘历能够驾驭航船 逆浊浪而前进 希望弘历手中的屠刀 能够披开阴谋的木矮 弘历 何惧之勇 太子殿下 你现在还不到时候 天色不早 明天还要赶路 早点歇息 老大人 太子殿下 走吧 保重 四娘 保重 你别老跟别人说一样的话好不好 玉娘 四娘 恒秋不见 保重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等一等 老爷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这里装的什么 知道了 老爷说 昨天夜里没交给太子殿下 一夜没睡好觉 现在睡着了 回哥老大人的话 公里一定照办 是 不离开 就宝负 是 不离开 伯母 你 衣服上粘着什么呀 这是什么 哦 这边的 这边的 请客官慢走 二位客官 这边请 来看茶 来喽 二位客官吃点什么 到了长仙楼 自然要吃你长仙楼的第一仙四肆鲁鱼了 好 那就来两条四肆鲁鱼吧 好嘞 再来一条西湖醋鱼 两斤东坡肉 四斤绍兴花雕酒 好嘞 两条四肆鲁鱼 一条西湖醋鱼两斤东坡肉 来 快给庄公司撑一小圈 小革子撑 小革子撑一小 来 小革子撑一小 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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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肆鲁鱼 金鸾玉会 东南之家卫园 买来玉尺如何短 朱出银桌直是圆 二位客官 小二 小二 来啦 小二 我等的鲁鱼呢 我半天还不上啊 瞧不起我等秀才是不是啊 小的哪有什么秀才嘛呢 你们秋市赶考 被皇上看重 帮了二子三所大官 小的们也跟着沾沾光 近日啊 我都是炒掌 鱼儿潜入深水 鱼儿鲁鲁鱼 小的只金了几条 全被庄公子给包了 诸位 请慢点 不行不行 他宣服公子吃的啊 我们穷秀他就吃不到啦 我们比他来的还早呢 他有银子啊 我等也有银子 对啊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白吃你的 是不是啊 鲁鱼来了 自灾鲁鱼 让一下 鲁鱼 你吃鲁鱼新钓得 二孙吹火低华中 这个不是你们的 中公子点的 我们来的比他早呀 是啊 是啊 我第一道他就点了这鲁鱼啊 怎么 这倒来的不如碗倒的 你说得上 是啊 早来饭吃上啊 放下放下放下 炒什么炒什么 本公子今日就要尝尝这道鲜 这多少银子 你们尽管说 说说说说 中公子要吃啥 你们就甭想吃它了 明儿个吃好不好 说 赔多少银子 说呀 你们有屁就放 你才放屁呢 这什么话 公子的口味是口味 难道书生的口味 就不是口味了吗 今天就是赔多少银子 也不让 对 是可杀不可辱 对 巡抚公子 欺人太甚了吧 欺人太甚了 就是 在公子手下人 这是跟你商量商量 他们就无人仗神 这还不是这种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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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看过等秀才 文章如刀 我们也斗得过好 好强够霸道 就是 让你看看谁斗得过谁 小子 杀慮 尔休才 你杀了 杀慮 开 水 仲穩 雙胆公寸 怎么 杀了人就想溜了 这也太不像个男人了吧 国方好汉呢 想路线不平 拔刀相助是吧 在下只是想为死去的秀才套个公道 你别看错地方了兄弟 大清朝万方国土 没有移出地方 只能让你随便杀人 你刚才也没知道祖才奴鱼是吧 没知道 伤心哪 那你绝对秀才一投往楼下跳不就得了 这不关本公子的事 那关谁的事 这个秀才不是本公子杀的 是你杀的 庄公子 是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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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话说 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 看来 你庄公子也是借着你父亲之名 狐假虎威 只是欺负欺负老百姓 动气真格的 就变成这不行样 你敢当劲辱骂本公子 我不但敢骂你 还敢杀你 对 杀他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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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吃了爆胆了 好 杀他 你庄公子有胆 是吗 杀公子敢不敢跟我去一趟两乡总督府 我怕吗 我能怕你吗 李大人那儿 你能说得上话吗 你不照照镜子看看 你是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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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薅彩 这是你家自己的缘 恐怕要你自己狠 你怕不怕 陆家不怕 好 一个女人 她连丈夫都让人给杀了 她还怕什么呢 糖果就在那里 你去敲吧 陆家要使劲就敲打他 今天即使你敲破了 也没人敢让你陪 好 陆家就使劲地敲他 他妈呢 抬个死人 我真会心 大嫂 大嫂 行了 你没听见吗 不行 他要是老子呢 我还得撑 撑 惭愧惭愧 我等七尘而言不如一个父母 惟故 来啊 带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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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你上堂 传我了 真传我了 别怕 有我等给你作证 去吧 不怕 不怕 你不必进去 去管喊就行了 只喊就行了 喊吧 冤王 冤王 不喊了 传鸡骨人上堂 冤王 真的不喊了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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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打我们各几个开心吧 放下 放下 累死了 怎么回事 来啊 再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鸡鸡骨人上堂 他娘子 传鸡骨人上堂 让我 大嫂 再鸡骨 还要鸡骨 鸡骨 这谁啊 这是 谁跟他老爷开我笑 来啊 把鸡骨的鸭上堂来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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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鸡骨啊 谁鸡骨呢 是他 是他 你鸡骨 你告状 老爷传你进去 你不进 你喊什么 你鸡什么骨 放了是不是 庄师 是他让我鸡骨 又不让奴家进去的 来了 我通通带进去 是他 他 这位差大哥 李大人丢了件东西被我捡到了 车来抚钱 原物送还 这李大人不出来迎接我 怎么要把我抓进去 什么东西 哪 在这呢 这什么东西 我替你们交给李大人 这李大人要是有赏呢 我替你们拿出来 要是没赏的话 你们自个儿就回去 好好好 我们就在这等 你别再急顾了 烦不烦啊你 老爷 您丢东西了 老爷 别人给你找回来了 我丢东西了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丢什么了 这不 在这呢 李大人 李大人 你怎么丢了金印 这可是杀头的事 放屁 谁跟你说这是丢的 这是让人偷的 知不知道 他没跑 我逮他去 我把他也回来 逮他去 那是太子殿下来了 知不知道 两条总统礼位 凑见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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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真的 请起来 谢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这黄梅一别 卑职的心里 真不是个滋味啊 太子殿下 我一直心里担心你 怕你出事 真苦了你李大人 抱歉 不敢不敢 太子殿下 里面请 太子殿下 为您做主 受民众一拜啊 太子殿下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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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 你们都起来啊 这愧死弘历了 都起来 弘历此次奉皇上之命 微福难寻 就是为了替百姓出口气 民者是官府和朝廷的一世父母也 圣人云 名为邦本 本故邦宁 也就是说 只有百姓 才是国家的根本 只有民众 爱国思想 稳固了 国家才能够安宁 名为贵 社会 社会设计刺之 均为轻 名如水 可以在周 亦可复周 可是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 有些当官的 却置之脑后 阳凤阴违 他把皇上放哪儿去了 近日 弘历亲眼目睹 浙江巡抚公子 为了几条鲈鱼 竟将秀才 伤害致死 李大人呢 是个亲政之官 朝廷的重臣 今天 弘历就请各位乡亲 一起敬堂听审 看看李大人 公还是不公 好 太子英明 太子英明 乡亲们 记住藏区 好 记住藏区 驾 你们所说的可都是实情 事情就是这样 请李大人为民做主 请大人为民做主 还有儿子 没有人为民做主 好吧 都起来吧 站立一旁 谢星天大老爷 来啊 快到庄府去 把罪犯庄童给我递过来 走 庄有公大人 带子上堂 我没有 我没有杀人 你怎么看见 我这头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认我啊 我没有杀人 浙江巡抚庄有公 带逆子庄童上堂 听候总督大人 按大经历律 用这儿他 这首官就别伤训了 你还带到别人 你你也要坏说 这个机会 好的 救命 太后还要坏说 那边十八封 是指导的 有不够之够 今天被致下 此为一代 走来 爷, 爷冤枉 不, 我冤枉 舅材不是我杀的 是我手下的人干的 舅舅 我冤枉, 我没有杀人 舅舅, 你不要再到了 当堂有这么多证人作证 这证人当中还有太子殿下蹲坐堂上 难道他们都冤枉你? 太子殿下也冤枉你吗? 赵总 你抬起头来看看 太子殿下 你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饶命啊 饶了我吧 不动大刑, 谅你不周 让, 给我大刑事务 是 别忘了 民女刘翠湘 赵总, 赵总 赵总, 赵总 樊崗, 浙江寺府 庄有公 杜家之女 名划 辣妹 在庄府做了三年的丫鬟 受了公子的强暴 是怀六甲 奴家告知庄有功大人 要庄家收回小妾 这事也就罢了 可庄大人不肯 只用了三十两银子 就打罢了奴家 可拉安梅他 他不堪侣辱 终于他 他上教身亡 王总督大人和太子殿下 替夫人和死去的女儿 是怨 怨王 你胡说 胡说的你 胡说的你叫他 叫他 庄有功大人 可有此事 回大人的话 怨子强暴腊梅 庄有功知之 爹 你怎么这么说话 腊梅上吊身亡 庄有功不知之 怨子之罪 死有应得 爹 你害我爹 你子之罪 且装有功所宠 下官请求 承办我 请大人 动用大行拷问逆子 过灵招弓化鸭 大人 大人 来 把庄童的手铐给取了 那位夫人 你先起来 站立一旁 谢大人 纵责武士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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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我 大人 我认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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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我 看沈唐 走 走 你们知不知道 今天弘历太子 清晨巡抚公子庄童 太子到了杭州了 不是说来过一个假太子吗 骗走官府五六万两银子 这回来了个真的了 走 咱们应该去看看去 走 走 看去 不想他 说话呀 你问谁呀 你不想他 什么呀 人家送你的是宝贝铁扇 送我的是什么呀 好蜻蜓 那你不也一直戴在身上吗 走吧 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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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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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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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还不行吗 好 来啊 让他画鸭 这 画鸭 画鸭 老爹 混蛋 画鸭 这一画就没面了 混蛋 混蛋 我 嗨 嗨 大人 大人饶命啊 我以后不敢了 不敢了还不行吗 大人 茶 庄童未争吃鲁鱼 制绣菜陈柔 当场死亡 且又强奸丫头辣美 使其怀孕 后又赶出府门 使之蒙受耻辱 上吊身亡 庄童招供不会 为人证据代 三副判罪犯庄童 为斩监后 压至死牢 折 为什么 权力决 权力决 为什么现在不斩 退逃 冤枉 李大人 我的秀才一会就死了 他为什么可以不死 这不是又冤枉了吗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 是 斩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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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判处死刑 是要承造刑部审批的 我怎么能随便判人死刑 那判斩力决 成报刑部 大人判了斩监后 今天就是中秋 送到刑部 一来一去 就过了今年的秋季了 那就等于明年秋季 我这位老弟被庄童抛出楼外 坠地而死 而这个杀人犯 为什么还要让他活过一个春秋呢 是 为什么要天死的 让他活 你们说是不是 对 斩力决 大人判案不攻 斩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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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 这都是按照大清的法令 判的主案 你看这 斩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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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大清律法 你儿子是一人生死 必一生二命亡 两罪并法 该如何处置 斩 斩力决 老爹 那就斩力决 斩力决 对 斩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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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